依此个股推介是比亚迪1211 经济部投资业华组 简选原因是内地开展汽车等已救换新的政策 预料有助推动汽车消费 股份留意新能源车企龙头比亚迪 对比同业比亚迪在成本和规模等方面具有优势 其中规模上新能源汽车市场高速发展 形成规模效应 成联会数据显示内地2月份新能源车销量38万8千架 比亚迪新能源车销量超过12万2千架 占据内地市场超过三成的市场份额 规模效应下产品拥有更多利润空间 比亚迪股价近日突破200元关 昨天收212.6 挑战1月份高位217元 如果能突破的话预料尝试230元区 策略上有货的话继续可以持有 未持有的话可以等候近日突破位200元级 汇涛适宜守着186元